这里是诗歌那些事儿,这个视频咱来说说粥意象。 我国江河湖泊众多,在水上行走的船只,自然是古人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。 早在诗经当中,就有人运用粥的意象来表达情感。 其中一首这样写道, 这是说啊,作者乘坐着百慕坐的小舟,随着流水行进, 可是呢,小舟飘荡在水中,无所依靠, 而这啊,也是作者飘摇不定心情的代表。 我们说,古人多有坐船远行的, 所以啊,这送别的场景,就往往发生在江湖的岸边。 就像孟浩然,他的友人渡谎,便是要乘船从荆州去东吴。 所以他在送别诗当中,这样写道, 荆无相接,水为乡,君去春江,正渺茫。 这友人远行,孟浩然自然是非常不舍的, 所以后面他继续写道, 日暮争翻,何处搏,天涯一望,万人长。 这里的争翻啊,便是代表了友人远去时候的小船。 那世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, 这离仇别恨就悠然不尽了。 那么这里的舟一项呢, 就是代表了作者的这种离别之恨。 咱们继续看, 对于那些出门在外的游子, 周一项就更容易让他们联想到人生的那种漂浮寂寞。 比如诗人曹卜之, 他在坐船经过无宗江时, 曾经写过无宗道中二手, 这第二手啊, 便是描写他从盘门到风桥这样的行程。 这一路上啊, 是风雨萧萧, 作者自然会联想到自己积虑途中的这种寂寞。 所以诗的最后他写道, 孤舟速何许, 双月细风桥。 这是说啊, 天已经黑了, 我这孤独的小船要停靠在哪里呢? 哎, 一看, 远处就是夜半钟声道客船的风桥。 这朝古枝啊, 巧妙的借用风桥, 既告诉我们, 它最后是停靠在这里, 又借着孤舟一响, 暗暗流露出, 对自己的一种绅士飘零的优思。 这古代文人们啊, 真的是长期在外奔波, 而且呢, 有些人还仕途不顺, 因此啊, 他们总会产生一些隐居的想法, 而这一夜偏周, 向着江湖深处驶去, 便是寄托了文人归隐的理想。 像是宋哲宗远幼二年, 长期被贬的苏氏啊, 重新回到了官场的中心, 他呢, 好像看到了实现自己正式目标的希望。 而苏氏的好友黄庭坚, 却是看透了仕途, 他借着送茶的机会, 想要写诗, 点醒苏氏。 这黄庭坚啊, 就写道, 为公唤起黄州梦, 读在偏州向武湖。 这里的黄州, 便是当年苏氏被贬的地方, 黄庭坚这儿说啊, 老苏, 你还记不记得黄州东坡, 你的隐居生活啊? 你可以独自驾着小州游览五湖, 这是多么畅快的事啊。 这由此可见, 黄庭坚是非常向往归隐的, 而这里的周异象, 便是代表了这种归隐居性。 那到这里, 诗歌中的周异象, 就要告一段落了, 下面咱们还是来回顾一下。 周行于江湖, 可以象征飘摇不定的心绪, 它也可以代表离别时的那种低仇别恨, 而周漂泊在水面, 也容易让人有绅士飘零的联想, 不过周行于江湖, 也是能够代表诗人到归隐之性。 只要说周一向可以象征诗人出世归隐的话, 那么我要说, 其实周也是可以带着诗人入世的。 那究竟周是如何入世的呢? 咱们下个视频, 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